所谓的这个红圈律师事务所啊 说的是中国八家最高端的综合实力最强的律师事务所 分别呢是金渡 中轮 军河 方达 静天 通商 环球 海温 作为一名曾经在红圈律师事务所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这个律师呢 老王就告诉你这些律所到底好在哪里 首先呢就是入职的时候的薪资就比较高了啊 20k 一个月这是基本上红圈所的一个标准啊 第一年呢入职的第一年就会有一到三个月的工资作为年终奖 以后每一年的工资的涨幅基本是在30%左右 如果你表现的特别优异的话 最高应该能拿到12个月啊的工资作为年终奖 我曾经就见到过有一个同事呃这个工作的第三年年收入50万 第二呢就是这个工作环境了 高大上等工作环境 这些律所全都在CBD的核心区域啊 像家里中心啊 国贸啊 环球金融中心啊 装修装饰都是上千万级别的 每个律师他的椅子基本上5000块左右吧 律所里面也会有专门的会议楼层啊 几十个会议室里面配备了全球最知名品牌的声光电通讯设备 什么贵用什么 国王所的艺术中心啊 由意大利的robots spaces设计 耗资上亿员打造 律师事务所里面还有艺术中心 这个大家没听说过吧 第三点 律师的福利好到令人发指 pantry里面有免费的现磨咖啡 豆子最差都是从星巴克买的 每天呢会有阿姨把水果买好洗好切好 就差胃给你吃了 所里面会有各种的兴趣小组 红酒啊 足球啊 篮球啊 羽毛球 高尔夫 这些都可以自己组织申请 所里或者合伙人负责活动经费 活动的时候合伙人可能会带OPS ONE啊 马哥啊给你们喝 有些合伙人甚至会给团队提供高端的定制西装 每年至少一次出国outing 像日本 新加坡 这大家都去腻味了 去年古典所全所800多人直接杀去了迪拜 第四点 这些红圈所服务的都是高端客户 像他们基本上是补不做个人客户生意的 你打开这个财经杂志里面每一个重磅的交易 都似乎和你有着千丝万底的联系 各个行业的巨头 不管是这个互联网的 是科技的 是金融的 是能源的 这些巨头都是只用红圈律师事务所来提供法律服务的 像马先生 那都是红圈律师事务所的客户啊 不要问我是捷克还是pony 他们都只用红圈所 对于红圈律师事务所而言 最重要的资产就是人就是律师 律师是能够让红圈律师事务所持续不断的去创造那么高的业绩的最重要的财富 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 红圈律师事务所能够给他接触高端业务的机会 扎实的职业训练和一个平稳的心态 让这个年轻人可以不用那么焦虑 红圈律师事务所是一个好的起点 让你可以安心地看看这个世界 红圈律师事务所得分之为 孔老师的路线 你这种路线 你这种路线